潮州三天自由行 上集 洋洋節的三天假期 膽粗粗學人去潮州三天自由行 有潮汕站坐古城直達的專車 15元 一直到南門下車 南門下車 而我住的酒店叫吉子酒店 吉子酒店很近排坊街 逛去大約10分鐘 由潮汕高鐵站 坐車大約40分鐘 到達南門城樓下車 直達排坊 我建議有望的車或的士 價錢大約40多元 在的士就方便你來行李 去到你的酒店下車 古城直達車就在這裏下 而我的酒店就是這裏 綠色區域其實是古城區 而這條就是排坊街 這裏排坊街 如果抹去星星那些 我會在我的視頻裏 放了連結給大家 這些地方我會去的 甲帝行 這些地方就是我去吃 豪洛 好出 我覺得最好吃的那間 而這裏 就是 港濟門 這裏就是 港濟橋 或者雙子橋 這裏就是 潮州故城 這裏就是 在陽茶館 我會帶大家去聽歌 看潮劇 而這裏就是 孔子廟 孔子廟 而這裏就是 叩齒故廟 現在我的酒店在這裏 吉子酒店 走來這裏 他在這裏繞過來這裏 這個開源紙 只是 大約10分鐘 而由這裏繞過來 南門的牌坊街 這裏牌坊街 大約12至13分鐘 這三天我會遊覽這個地方 還會去這個位置 這裏就是潮州博物館 在這裏打車過來 潮州博物館 在這裏打車過來 潮州博物館 大約6.4 我用這個高德打車 會走一走這條 長堤 或是這條長堤 也會在這裏 廣際橋這個位置 看夜景 看夜景 就是這裏的 行程 這三天的行程 好 我怎樣去這個 潮汕站 我們可以用這個 永安旅遊app 我們按開它 我們 出發站 和到達站 出發站 我們選擇 香港 西九龍 到達站 就選擇這個潮汕站 和你選擇出發日期 出發日期 比你選擇7號 你選擇10月7號 按確定 你可以選擇這個高鐵列車 因為有些高鐵列車是慢一點 可以多些選擇 同時你都可以選擇 預定酒店 這個就說 永安旅遊 和你買票 和你訂 潮汕 潮汕 潮汕那個 酒店 潮汕地方的酒店 我不按了 就可以了 然後按搜尋 跟著又出了搜尋結果 但我們選擇的日期 超過了14天 所以你只可以預訂 在永安有個好處 你過了14天的車票 他都可以和你預訂 到了14天內 他就會和你搶票 搶到就通知你 搶不到就通知你買不到 到時你會重新再去 選擇那些車票 記住這一點 所有的高鐵票 都是14天之內 才可以買 如果在14天外 你就要用預訂方法 我建議大家 就用這個方法去買 你不需要和大家有電腦 開售的時候 大家去搶 到時搶不到 再去買 就比較麻煩 所以用名額去訂 你選擇好車票之後 就跟Apps的指示 填個人資料 包括電話號碼 地址 和匯鄉證 就可以賣到這張車票 另一種方法 就是中國鐵路網 你可以用12306 這個網 我會放在視頻裏 按了之後 火車票 飛機票 汽車票 都有 那你就選擇火車票 那你就選擇西九龍 至這個 潮山站 潮山站 香港西九龍 至潮山站 你選擇一個日期 選擇一個日期 那他告訴你 1240出發票 17號的火車票 距離開授 你還要7天 因為火車票 都是在14日之內 才有賣的 那這些14日之內 就不能買到 我們試試趕近做 23號 他進去 我們可以調查 調票價 1223號 423 那就是這些車票 你說西九龍去潮山,其實車程是2小時35分 有些是快一點的,這班9時28分都是2小時17分鐘 這班是正確的,你便按下去 接著你可以選擇預訂,保票這些 那你就按預訂,有票嘛,按預訂 他說西九龍乘客出版領域,十名登記安全警察出境,請留意足夠時間 大家記住,我那天從從雲節去,其實起碼你早點 因為假期多人,起碼要1小時前到達西九龍,搞一些入境手續 如果你是由深圳北再坐其他車,深圳北多些車 那你就要大概,我想30分鐘就可以了 其實30分鐘就可以了 所以在西九龍就要1小時,這樣才比較安全 我當然都是1小時前到的,搞到你剩下10多分鐘 而如果在山上不轉車,就快很多 其實山上不轉車,一轉到旁邊,走到旁邊的transaction 其實都是需要10多分鐘就可以了 但最怕是車子不定,所以就預留多些的時間 所以起碼半個小時,我覺得可以 就是這樣,你跟進入裡面的指示去買票就可以 填回一些資料 好了,那怎樣打的呢? 我提議就是用高德地圖 開了高德地圖 開了App之後,你按打車 它已經知道你去,它自己要定了你的位置 譬如你在哪裡住? 你在西九龍,你定在西九龍的位置 你按你上去的地方 你選你上去的地方 譬如我上去這個全灣地圖 一按全灣地圖 它已經定了打的士多少錢 包車多少錢 然後你立即打車 就立即可以叫到這輛車 那輛車來到之後 你給手機電話最後的四個禮拜給它 確認了這輛車就要上車 很簡單就是用高德地圖 為什麼推薦高德地圖來打車呢? 因為在國內的朋友介紹 它會自己選擇很多個打車公司 它都是安裝了這個網 這個網打就最方便 所以我介紹這個高德地圖 大家去國內說一定要安裝高德地圖 很快來到這個潮山站 我下了這個高鐵 就向這個出口出口出口 走到網約車、的士和公交車的地方 大概是七、八分鐘左右 我們一路跟著指示牌 是出路的指示牌走 我們一路走 走到這裏有個很大的牌 寫著網約車就向左走 以及客延車去走 入口進了便在車場 還是到達車場 我建議大家參與情報平勿 從八十六百元 혹於四十尾元能開車到自己的酒店 這個旅 sweetheart economy 潮州古城全車 專車直達牌坑街 当天我就坐这辆车去,车程大概是35分钟左右 车费15元一个 这儿很大的绿色牌,写着有个K2线 K2线会停多些站 但是古城专车就不停站 直达的士,不如要等 当天我等了10分钟左右 我现在上车 我上车之后,大约10分钟就开车 这辆车直接开到排放街南门那边 下车向前走,我去了这家雷记的店铺吃东西 我叫了几碟食,吃这个潮州的丝头鹅 和这个过满碟 就是牛肉河粉 牛肉河粉 这些牛肉 可满本 味道都不错 但是這個絲頭鵝肉,我覺得一般不太好吃 很好吃,很值得,大家一定要去吃 來潮州一定要試這間浩洛 但是比較鴨鶴 總共賣單這三碟花費了166元人民幣 吃完我之後,就去吉子酒店 這是外貌,這是大堂 工作人員很細心,很恩勤,照顧得不錯 房間整結,好像中修過,可以接受到 這間房間是一個智能的房間 開燈,關燈,都要用小道去開 我都試給大家看看 小豆小豆你在嗎? 在呢? 開空調 已經打開空調 小豆小豆 我在呀 空調調24豆 好 控制成功 謝謝你 剛才說的什麼呀?也可以再說完整些試試 哦,你把這個房間的燈關掉了 已經關閉燈 小豆小豆 怎麼了? 開燈 好了,去完酒店 休息完一會之後 就走出來這個 南門的排方街 一邊看看這個排方街的美食 很多東西,可以試一下吃的 大家都一邊走一邊吃 我說出來,順跑知道 這個排方街的街景給大家看 整一條街都是吃飯的 大家真的 對於你胃必要depрамpl bin 真的可以從早 Mad Max的時候吃到晚 可惜!年紀很大,我先吃飽了 那 Kayla睡着 món看 我整晚都睡不著,頂著胃,第二天還是飽 其實我吃了一些油甘汁,其實我真的不太欣賞那些油甘汁 15元一瓶,有些賣便宜一點 潮州魚蛋,我都ok的,潮州魚蛋比香港好吃 一定是新鮮過香港的 這條牌坊家,可以慢慢走,都走足整個半個小時 或者九個字,要慢慢欣賞,要整個小時 我見不到太多人 整個股市是很大的,經常都走不完 我見過今天,你有過說的 你空前連就是人的 你問多多人 裡面還是要綠手 那些人 那些人 看到那個人 沒有太多人 那些人 失去那個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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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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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好吃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 大家看看这间金屋 这间金屋在排放街中间位置 大家留意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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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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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